- 再来我觉得比较需要讲的地方就是 我们通常被打到角落的时候的防御 我们先从被压起身好了 那我们先被压起身的防御的话 比如说像是我这边先把YOLO老师弄倒之后 我会做一个压起身的动作 一般来讲压起身就是我把弄倒之后再做一个折 比如说我做摔 因为你起身会花一点时间 不管你有没有快速起身 或者是做一个打摔折 比如说我做攻击 像这样子 一般新手就是很容易被老手陷入无限回圈里面 一直被压起身 一般来讲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我们把对方弄倒之后按摔 这是一般最常见的 解摔的话就是你按好时间就对了 你起身的时候 对你算好自己的时间 对你算好自己的时间 按再一次 好再来 就像这样子了 其实就很简单 这个是第一个防守方法 起身之后就按解摔 对 这我们有一个术语叫速解 对速解 就是马上解摔 那一般 然后我们会常常看到就是 新手最困扰的大概就是 被人家点两下之后 然后带一个摔 对 那其实你就是稍微抓一下那个节奏 因为通常比如说像我现在都是点一下 点一下然后按解摔 对 点一下然后按解摔 大概就是这种 一般来讲我们新手会比较困惑说 你解摔要什么时间 大概就是我们叙述的这两个时间 对没错 因为对待其实推两下新手就算点得非常远了 所以如果他点两下新手再走过来摔的话 其实有机会会摔不到 对 因为了不起 你在脚落可能会被点到两下 对 然后平常在场中的时候就一下这样子 然后你就差不多那个时机 你觉得 其实就是如果你眼睛来得及看的话 因为你要摔之前一定会站起来 对 你看到对方站起来的时候 你就马上按 对没有错 差不多啦就是应该是 你有解摔的那个概念 你觉得你的动态势力够快 对 因为这版其实摔跟世代比起来 他慢了两幅 嗯 所以用眼 对这版的摔是五幅 所以这版用眼睛看 再按解摔其实是来得及的 OK 那我们刚刚不小心提到了 那个几幅几幅的概念 那 有机会的话 我们之后会在影片里面跟大家介绍 那个五幅啊三幅这些 好 比较细的东西 对 然后最后呢 那就是提到了 我们刚刚除了被压起身 那其实还有一些解决的方式 就是里面 你知道对方会摔或是你在 不知道对方会做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会优先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躲起身 好来 其中一种 就是起身凹 对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起身凹就对了 凹这个东西就是利用起身无敌剂 就是去打掉对方的摔或者是打康 他只要是第一时间按你的话 你只要出凹 你只要出无敌器 对 像这样子 你就可以突破重围啦 对就是 但是呢这个有风险啦 对 这个如果被挡住落地之后 就是一个大打钢 对就是这样子 这也是这般一个双面刃 对 就是玩到最后有点像猜拳的感觉 对没有错 那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 请悠乐老师再讲解一下 好等我一下 OK 我们现在再把悠乐老师弄倒 好原地跳 就是原地跳 差不多了 因为你原地跳的话 也可以躲摔嘛对不对 对 你看这样子摔不到的 对 然后而且摔的硬值比四代来讲 再稍微长一点点 你搞不好有机会可以打到 对 然后今天没打到你也是安全的 没有错 而且有一些角色 会直接用指令头压起身 所以如果那时候你起身直接跳 百分之百大 对直接给他来一套大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次 好没有问题 所以我现在用指令头 有没有 哇这一套就痛了 有没有 这一套就痛了 不敢乱摔啦对不对 好那 再来呢就是 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 起身用无敌计跟 起始用那个 垂直跳之外 其实垂直跳这边 因为我们现在示范的是1.01的版本 那目前我们已经有听到说 最新的消息 下一个版本 那个起跳的部分会有更动 对 会有更动 所以这样子垂直跳对应的方法 是不是还适用 我们必须说我们不知道 对没有错 有机会的话 我们等到新系统上了之后 我们再跟大家讨论这个问题 是 然后 最后呢 其实就是 除了解摔 然后用无敌计 然后垂直跳 大概就这三种 比较适合新手用吧 嗯 这三种 老师觉得还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新拳 有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 起身第一时间点 哦 对 第一时间点清拳 好 比如说 有没有 就会Counter 因为摔发生的比较慢 也是 对 对 我就不讲服了 对 因为摔发生的比较慢 只要记住点就好 所以大部分的角色清拳都会发生比摔快 所以只要他摔按得不好的话 你清拳都是可以硬摔的 对 所以基本上起身大概用这四种 去做一个简单的拆手 但是这样子的风险就变成说 起身如果按 这个东西呢 对 如果你起身 这样的缺点就是 如果对手起身是提早按的话 就是按在你起身之前的话 那你就会被打破坑 哦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起身之后 一下下再按清拳 OK 对 就是不要速按 不要最速按 就是起身一下下之后再按 这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就大概是 就是 姑且是这四种 然后 时间的早晚都是自己决定 对不管你要第一时间还是 稍微慢一点点都是自己决定 嗯 那我相信这个可以依照 你自己的对战经验去做挑战 对 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 那个 在被压角落的时候 嗯 那压角落其实呢 嗯 就像尼卡里这样子 它可以做一些 很压直升的东西 对 然后 然后一直去做 因为你变成说你后面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对我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所以我 像 关角落的时候就是要 好好贯彻 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种防守方法 就是千万不能急 对 对你一急的话你反而就会落入对方的 圈套里面 对 因为像有的新手 比如说我在角落把他弄倒了 一定会凹伏迪记 对对对 有很多人都一定会 那我一定就是稍微等他一下 对 然后给他一个缺反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 我是建议说 我的啦 我的感觉就是说 建议你们即便是在角落也莫慌张 就是看清楚对方的动作 没有错 逃出角落还有一个方法叫做V反击 对齁都忘了这个V系统新给的东西 对 在五代新系统给的东西 是 那我们现在呢 一样 把那个悠悠老师 让悠悠老师先来示范一下 比如说我在角落做那个下端攻击好了 你先把我弄倒 好先弄倒出 OK 好 好 就像这个样子 一般来讲就是 如果我出的那个拳脚硬直够大的话 应该是会打飞的 对 就像你出战重拳好了 好 OK 就像这个样子 就换我出去了 对对对 差不多是这样 对 好那其实V反击 因为第一个你要先要有 一格那个力气条 对要一格 对那而且 他的特性是说 他可以把他的暈眩值在减 因为你通常被压 被压的时候可能你的暈眩值可能大概 都已经快 对都已经可能过半了 其实是很危险的状态 没错 那因为这一代其实是 主要就是鼓励攻击 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 那所以你V反击可以 用来脱离这个情况 没有错 而且每一只角色的V反击 有的其实也不太一样 有一些角色的V反击 就是直接往外跑就对了 对有的是直接闪掉 有的是往后退 对 那也有的是做一个反击 对 差不多这个 就必须要依照你们玩家 自己用的角色去做一个演练的 就是你可以在练习模式的时候 多练习 对 好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的防御 就讲到这边 那很开心今天 有有老师来替我们 做这么生僻的讲解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下一篇呢 就要来教大家 那防御做好之后 当然就是要给对方 最大的伤害 对不对 下一篇就要来讲我们的反击篇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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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实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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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